字幕by索兰娅 在今天的节目里 你将看到 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 国人用电变化 见证国家飞速发展 第四届会议杯 儿童绘画大赛 用绘画感受歌剧的魅力 儿童剧 翘翘板树即将首演 中英合作呈现 原汁原味英伦风 新闻代代库 大家一起聊新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代代库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杜月姐姐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聊聊用电的问题 现在多位姐姐所在的位置 就是大亚湾核电站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在40年前 我们的用电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 我们国家用电量的变化 可以说见证着40年 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 国家的飞速发展 在这台电力天路的特高压输电线路 体感交互设备上 观众们争相体验 电力工人在60多米高空行走 巡捡线路时的不易 这种直径大约5厘米的刚新铝角线 建成了正幅11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 是目前世界输送容量最大 技术水平最先进的输电线路 如果在40年前 这一条线路传输的电力 就能支撑四分之一个中国的用电 40年来 全社会总用电量增长了24倍 装机容量增长了32倍 全国22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 总长增长了30倍 我国跨区电力输送能力从无到有 十八大以来 随着特高压输电工程建设加快 我国跨区电力输送能力 已达到12615万千瓦 很多同学都玩过翘翘板 但是你们知道什么是翘翘板树吗 最近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今年最后一部创新剧目 英国经典儿童剧 翘翘板树正在紧张地排练着 我们去看看这部儿童剧 到底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吧 你好 我在翘翘板树中 饰演的是布谷鸟 我是一只来自外国的布谷鸟 嗨 大家好 我是在翘翘板树当中扮演的松鸭 是一个赫赫有名的绿形销兽鸟 原来这部剧讲述了生活在一棵巨大老象树上的一群小动物的故事 故事想告诉小观众就是要消除分歧 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 同时这部剧还引发了大家对环保的思考 这部剧不仅有有意思的故事 还有好听的音乐呢 《翘翘板树》是英国国宝级儿童剧作家大卫伍德的原创剧目 为了创拍一部原汁原味的英式剧目 中国儿艺还特邀英国儿童戏剧家亚当·斯坦福德 担任英方导演 与中方导演合作指导这部剧 哇 翘翘板树的故事看起来很吸引人 同样吸引人的还有小朋友们的话作 最近由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中心主办的 第四届会议杯儿童绘画大赛 在北京举行了颁奖典礼 2018年第四届会议杯儿童绘画大赛 以《画中有月月中有画》为主题 聚焦意大利歌剧艺术 自开赛以来 共收到了来自全国68个城市的4242幅参赛作品 在颁奖现场揭晓了由中益两国专家评委综合评选出的 各个年龄段的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 以及最佳主题全市奖五大儿童奖项 我的话里就是把比赛雪塔和大厅请结合到一起 我觉得它们都代表了意大利歌剧的文化 在颁奖典礼的最后 孟斐玄参赞也开启了新一届会议杯的主题 博学多艺达芬奇 文艺复兴时代不可抑制的求知欲 正式拉开了第五届会议杯的帷幕 它真的是研究过那么多的不同的领域 它留下来的对这些领域的观察 对这些领域的描述 可以刺激孩子的想象力 所以实际上它的这种题材非常丰富 我们希望对孩子的求知欲 有非常好的作用 同学们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在飞机的机舱里上课 会不会超级的开心呢 最近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 一架空客A310客机退役之后 就被改造成了一所学校的教室 这个教室应用设备拒全 还配有电脑 如果你看书看累了 那么就请透过机窗 看看外面的风景吧 在这间最凶酷的教室里 还可以体验一下当飞行员的感觉哦 请坐稳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课间休息 飞机的底部竟然还可以荡秋千 这样的教室 是不是会让人舍不得放学回家呢 接下来我们新闻代代库的小记者 要带大家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那里呢有点像童话故事里的水晶王宫 我是新闻代代库小记者 张晓末 今天的节目 我就带着大家去试试一下 那些取材多么的水晶吧 提到东海水晶 自然要想到中国东海水晶博物馆 这里陈列着不计其数 持民中外的水晶艺术品 原来在东海蕴藏着丰富的水晶矿石 看 这是水晶石 它们不仅卖星美观 更重要的是里面的石头藏着各种图案 有的水晶石中有两颗小眼 有的水晶石中含有金色针状或发状的物质 最神奇的是这个金发丝水晶球 你看 它还能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呢 这个水晶球可是全球发现最大的天然金发丝精品水晶球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首次在三维空间发现量子霍尔效应 寒潮来袭 动物们温暖过冬 泰国国王给人民画漫画过新年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 带带库 下面这条新闻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听了 因为是一条科技含量很高的消息 12月18号 英国《自然》杂志刊登了 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的最新研究成果 究竟是什么呢 早在130多年前 美国物理学家霍尔发现 对通电的导体加上垂直于电流方向的磁场 电子的运动轨迹将发生偏转 在导体的纵向方向产生电压 这个电磁现象就是霍尔效应 以往的实验证明 量子霍尔效应主要在二维或者准二维体系中发生 而休发弦客体组在拓铺半金属深化隔纳米片中 观测到了新型三维量子霍尔效应的直接证据 在三维体系中 材料上表面边缘的电子受到强磁场作用 会直接从内部穿到下表面 然后继续沿着回旋轨道运动 遇到材料边缘之后沿着侧壁返回上表面 如此往返形成一个来回于两个表面之间的路径 从而形成导电通道 这是一种发生在三维空间的全新的量子霍尔效应 休发弦客体组的发现 为未来三维空间量子化传输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验基础 在拖铺量子计算及低功耗电子器件方面 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就是我们可以在自全光电探测方面 可以做一些圆形器件 比如说在一些红外探测 一些摇杆这样的领域里边发挥它的作用 多艺姐姐现在在南方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但是全国很多地方还都非常的寒冷 面对寒潮来袭 广西南宁动物园的饲养员给怕冷的小动物想了很多好办法 蜥蜴身形小 一盏取暖灯就够了 乌龟不挨动 就用小太阳来伺候 狐猴享受着电油灯 鳄鱼泡着暖水澡 但是对于大块头的长颈鹿来说 这些法子显然功效不够大 每天晚上 饲养员们都要用数十斤炭 燃起四个大火盆 放在长颈鹿龙舍的各个角落 确保室内温暖 让长颈鹿能够好好地睡个暖和觉 虽说外面冷风嗖嗖 但有了饲养员的精心照亮 动物们就能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了 最近巴西一项政府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2017年的8月 一直到2018年的7月 巴西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量增加了14% 森林面积缩减了7900平方公里 巴西森林砍伐速度正在加快 如果巴西放宽环境保护条例 可能会使亚马孙地区森林烂伐状况更加糟糕 目前非法伐木和农牧业 是亚马孙热带雨林面临的两大威胁 手机现在很多人都已经离不开了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玩手机 同学们一定要提醒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走路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能玩手机 这样非常的危险 最近英国一名骑自行车的男子 就发现了一名司机在开车的时候玩手机 然而当他们在前方不远处另一个路口再次相遇时 这辆汽车一头撞上了前面的车 这段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后 很多网友留言谴责开车时使用手机这种行为 在不少国家 分心驾驶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都呈上升趋势 为了整治司机们这种危险的驾驶行为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今年10月在M4公路悉尼段 设置了一些新的电子眼 这种电子眼使用高清摄像头 能清楚地看到车内司机的情况 此外还配备了人工智能识别系统 可以识别发送语音信息 文字信息 看手机和接打电话等行为 并进行抓拍 在四周的测试时间里 电子眼共抓拍到11000名边开车边用手机的司机 目前测试还在继续进行 那里的交通部门夏月 还将在更多的主要路段安装这种电子眼 新年就快到了 同学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把漫画作为新年礼物 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呢 接下来你们要看到的这些漫画 他的作者可不是普通人 而是泰国国王 泰国国王亲手画了四张漫画 被制作成四款贺卡 献给国民作为新年礼物 国王画的这个系列漫画的出发点 是希望所有的一家人 都能健康开心地一起享受生活 欢迎订阅 大家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